从中国做营销 How to do business with China 但是我们怎么去 How to do business with Singapore How to do business with Bangladesh 那么因此的话我想呢 第一个的话呢 我想就针对于 我们这次台上的几个国家代表的话呢 想问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在你们国家 目前的消费的最新的趋势是什么 就是你们的消费者 他们的消费趋势是什么 然后的话呢 他们是怎样来去看待 中国的产品和服务 So the first question is How about the trends of the consuming in your country And how about your people your local people Think about China's product And China's brand And what's your suggestions So我们第一个 从第二个国家开始 因为我们的柔海先生 他代表MF是代表亚洲的 所以最后他有个亚洲的视角 So the first one is from Singapore 来自新加坡 那么新加坡的这个主席 Royal Wang的 袁伟成主席的话呢 他是新加坡营销协会的主席 那么同时也是新加坡的 益卓越私人权公司的一个总裁 这是在新加坡排名前十的一个 MICE公司 同时我们看 我们的Royal先生这个体格就知道 他呢 肯定也擅长有体育 他也是新加坡的空手道协会的主席 OK 那下面我们有请这个 Royal Wang先生来分享一下 新加坡现在目前的消费区是什么样子 然后呢 新加坡的这个民众怎么来看待 中国的产品和什么品牌 你对于中国的产品进入新加坡 有什么样的建议 Please 好的 如果是说你有用那个双语系的话 You can speak English is better 我讲英文吗 或者我试试看讲华文 不过你不需要把那个双语系打下来 本身我也是个华人 所以我尽量以我最限制的华文来讲 不过如果是说你们要听的话 你可以听那个华文频道 那第一点的是我要说的是 你的话筒可以稍微往下一点 对不起因为唱歌唱太多了 所以把话筒经常拉得很近 好 最主要的 其实在今天之前 我们准备了就是 他们为我准备了很多的稿 不过昨天晚上 我跟曾亚飞 就是冒出会商业行业分会的会长 曾亚飞谈了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之中当中 我遇会了很多东西 所以呢 跟他谈了这三个小时 我预备了一个星期的稿 我觉得不需要用不上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他身上呢 我意味得到很多中国的品牌 中国品牌的潜能 所以成为新加坡的顾客群 第一 新加坡的顾客群 现在已经开始接纳 接纳中国品牌 尤其是说 如果是说你看于手机的话 在新加坡前十大名牌手机 有四个都是中国品牌 Vivo 华为 OPPO 还有多一个小米 好不好 所以这四大品牌呢 已经受新加坡人的那个接纳跟接受 那这一会呢是什么 最主要的是你怎么样制造你的品牌 而且那个品牌的那个特卖点 你的特点是在于何在 之前呢 其实新加坡人对于中国的品牌呢 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它比较廉价 既然它是廉价的话呢 那对于产品的那个 那个 那个质量 质量呢 可以compromise 也可以说 compromise的话 也就是说 你们有听着哦 所以 之前我们对于中国品牌 就是属于廉价 不过产品还可以用 可能质量没有那么好 不过现在呢 完全的更改 完全的更改 华为呢 在新加坡已经 或者在全球 我相信 已经是占第二位 三星为第一 苹果已经被打下了 那这又为什么事情 就是因为 说 第一点的是 如果是说你是最强品牌的话 从于美国 就在于美国的话 现在消费者都知道 它产于哪里 它产于中国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它产于中国的话 其实它 大部分90多发现的 都是从于中国制造 所以如果是说 在于中国制造的话 唯有的信心 你可以给新加坡的顾客群的话 就是说 你的品牌打得好 那我相信刚才 姚欣有介绍 一系列他自己的 你看吗 他介绍的时候 他不只说 商业 行业 分会 他还说他自己 对不对 很多他自己的照片 这一回的是什么 他一回的 他也是在打造 他自己的个人品牌 所以刚才 哈马晚先生他讲了 去到那个印尼的时候 那个 Asia Marketing Summit 的时候 在印尼的人 都很期望 见到的是谁 除了那个Super Genius 还有那个Jack Ma 对不对 马云 所以马云 就是以个人品牌来战胜 除了阿里巴巴之外 当然你拿那个阿里巴巴的品牌 过后呢 你必须有一个战胜者 就是有一个品牌 个人品牌的优胜者 也就是马云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 除了打你的中国品牌之外呢 你的那个 中国的个人品牌 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在于新加坡呢 其实 你说新加坡人 他对于那个 Price Sensitive 就对于那价钱的 那个敏感度的话 会有吗 我觉得 他的比率 跟于其他的东南亚的国家 稍微有点差别 因为毕竟新加坡 他的那个消费能力比较强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是说你的品牌 只要稍微打得好的话 而且如果是说 你们对于新加坡有认识的话 新加坡主要的人民 都是华人 以华人为主 现在呢 如果是说 你在新加坡 你看新加坡的电视节目的话 其实有很多 都是中国的电视节目 看中国电视节目的时候 尤其是你的sponsors 你的赞助商 你的赞助商 非常的重要 所以 我们对于那个 中国好声音 对于那个 其他的中国的 那个 比如我是歌手 或者歌手 都是相当的 非常的 关注 其实尤其是我 每个星期 星期五 每天晚上 必定到家里 看那个歌手 那歌手的时候 你知道赞助商是谁 我不用多说 因为赞助商没有给我钱 所以今天 我不为他打广告好不好 大家 还有最主要的是说 你看 如果是说你的 你的那个 entertainment的节目 就是说你娱乐方面的节目 做得好的话 再加上你的赞助商 强的话 这一点非常能深入明星 尤其是在新加坡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赞助商 也是非常重要 当然赞助商背后 的那个创始人 也就是说 我所谓的个人品牌 宣传他个人品牌 也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你的brand champions 所以在CCPIT Commercial Subcouncil 中国贸出商业行业分会的 brand leaders 我们讲的那个是brand leaders 是谁 就是你了 妖心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除了公司品牌 个人品牌也是很重要 那下一点我讲的是 你是企业嘛 中国其实 中国的制造业 已经是世界第一 第一制造业 就是说 很久以前了 所以如果是说 现在你把你品牌 打得好的话呢 就是双管齐下 制造也好 品牌也好 所以这一点呢 肯定能战胜于美国 那你知道美国 现在特朗普 已经是对于中国的产品 有那个tariff 10%的tariff 在2019年1月 就会升到25% 那如果是说 你看待他的 对于中国的产品 为什么他做出 这样的抉择呢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中国产品 是一个威胁 那其实如果是说 你看在是威胁的话 对于中国人也是蛮好的 你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 虽然美国是一个大市场 不过东南亚这一带呢 也不能忽略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 尤其是新加坡 作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 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别忽略了新加坡 那两年前 其实我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 在那个香港 那个理工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第一年 他叫我讲一带一路 第一年我还好 第一年我还看到新加坡在那 可能新加坡有希望 那第二年忽然间新加坡 就已经不在那个蓝图里面 因为为什么 马六甲 对不对 马六甲在建设他的那个造船业 跟他的那个 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city 那他投资者 最多的投资者 相信大家也知道 是中国的商人 所以在于我来讲的话 我的建议是 你投资一个国家之前 第一 你看他国家历史 对不对 他的政治 政治稳固 在新加坡 我们的政治非常稳固 那当然 我不是为了我新加坡的政府而来 我是以比较光旺的态度去看 如果是说你比较长久的 投资的愿景来看的话 其实新加坡的他的那个潜能 是有在的 那最后我要讲的是 你知道个人品牌对不对 所以个人品牌出于哪里 你要打个人品牌的话 你需要两点 第一 就是你是一个entrepreneur 跟你是一个marketer 在座的90后 或者00后的 有听过 日本有一首 那首非常出名的 Pen Pie Apple Apple Pen 对不对 有听过的举手一下 可以吗 大家没有听过 日本的 Pen Pie Apple Apple Pen 有没有 那个难得 那我就利用他这一个 我们就把 marketing跟entrepreneur 我们把它 撮合在一起 就叫marketer printer 其实marketer printer 这个字就等于什么 你其实你是个marketer 你是一个营销者 你也需要有创业的精神 如果是说你是个创业者 你也需要一个营销的 那个什么 那个知识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 这两点 对于个人品牌 非常的重要 把这两点 抓中了之后 你个人品牌 也会打得下 还有的讲下去吗 没的讲下去吧 好 我就有这样多 所以如果说 大话 大家如果有更深入的问题的话 可以欢迎来 Approach World 谢谢 非常感谢来自于新加坡的 Royal World 先生的分享 那么 因为确实 我非常感谢 这个MF副主席的 最后一个分享 那么因为我们呢 现在已经到了 这个午饭的时间 Now it's time for lunch 所以的话 我们呢 需要结束 我们的这个活动 我想呢 在最后的时候的话呢 请我们台上的 每一位嘉宾呢 用一句话 You can use only one sentence Only one sentence To summarize your best wishes to Chinese brand Only one sentence 对啊 OK 我的一个三点 One sentence 好 不需要reinvent the will 不需要重新再发言 你知道为什么吗 在中国 最多的是你的APP 我们在新加坡呢 在这方面呢 还没有比中国优先 记得他们讲的是产品 不过忘记了一样东西 是service 所以如果是说 你能看好APP的话 把它引进新加坡 我觉得这个有上进 OK 你超过一句话了 Next one sentence To summarize I think my sentence would be the next 20 years would be challenging there will be new hubs of business coming and China should look into that My niece We see Sri Lanka It's one of the best stourist destinations and lot of Chinese I'm sure will enjoy the beauty of Sri Lanka Thank you I would just recommend the Chinese company just to focus on your local identity Be very very charismatic Chinese and you will do well in the Thai market because we love to look up at the Asian people and country I would like to close in saying that consumers are still people with feelings they want to be handled with tender loving care and if you and they are people with that have subconscious mind and conscious mind therefore all the purchasing and the buying is done psychologically Hence if we are handling them with tender loving care you can really bring out a lot from their pockets whatever brand but make sure it's the best of the quality because the buyers today are very discerning before they let go of their money Okay Indonesia is very attractive but competitive market to succeed in Indonesia Chinese brand must keep on improving quality of product quality of service and also brand reputation otherwise it will be very hard for Chinese brand to to survive from competitor like from Korea from Japan even from Indonesia itself Thank you Okay My sentence is while keeping great Chinese value with the development will create different synergy or different positioning for China Xinxie Goway thanks a dick for the group photo dick for the group 好 这是我们今天上午的非常珍贵的一张合影啊 请我们的各位嘉宾可以移步在我们的舞台的前方 好 也请我们的媒体记者朋友们一起补助这样一个珍贵的瞬间 2018亚洲营销峰会 既中国品牌全球化论坛 我们的论坛部分呢非常的精彩 也顺利的圆版结束了 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台上的各位嘉宾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是的 请大家回座休息 感谢大家 让中国的品牌绽放世界是一个梦想 也是一个使命 更是一个责任 未来十年 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那么今天上午的论坛呢 我们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们在这里呢 感谢台上的各位嘉宾 也谢谢台下的所有的朋友们 非常的感谢大家 我们今天